大家好,我是巴仁,這次開箱速遞就為大家帶領這套頭文字D的 這個Modelers推出 這個就... 看看後面才有格文 這個Boxet是... 岩賴公子的RX7FD3S 還有Project D的BONGO,萬次德BONGO 我想這個題材呢 我真的要用題材來用 其實是新鮮的,頭文字D 大家這麼多年來的Focus 至少是模型廠的Focus 都是放在主角的車載旅行 GT-R、FD等等 但是在這麼多車隊的所有back-up車 就永遠都沒有什麼人... 不,是這麼說,back-up車真的沒有什麼人在乎的 可能你放一輛白色Benz出來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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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熱度呢,就更多 放一輛back-up車出來 但是... 都總會有一群瘋癲癲的 像我那些這樣,是想要back-up車 多於想要主角的車 很開心我會聽到這些瘋子的渴求 或者可能那些瘋子都在裡面做 所以就有這樣的想法出來 所以說最終之,我不管什麼FD FD我現在沒有什麼? BON稿我沒有 所以現在,我不管你什麼? 我管你什麼?BON稿,傻的 不,你管你什麼?FD 我要BON稿 我都在網上還有見過 有其他漫畫 即是頭整個系列出過的其他車隊 都有其他車 例如有些人可能說 日產的E24都是做過車對車 但不是Project D 所以就說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出了 因為E24應該是沒有出過模型車的 不過我想Project D的補功率高一點 所以先出了Project D 開了一個好的頭就是前的尾 我就預計會有一個好的尾 不是Project D 未必可能只是出頭 其他我不出的 沒有話說 好了 大家期待現在有BON稿 FD真的真的拿到一邊 我後面也放了一架 小鬼買你,我做BON稿 推得動的 很順 不過這架不是我們香港版 經常看到凸頭那架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的 就算是100系的HIS 我記得好像 就算是前期款 在日本呢 我們香港都是凸頭的 行貨都是凸頭的 不知為何架子那些 全部永遠是平頭的 我們那些 下面的部分 永遠都會怎樣斜一斜出來 是大崩 你當是類似歐洲車 去到美國的美規大崩壩 不過我們這些 可能是日本車去歐規的崩壩 我覺得應該是歐規崩壩 可不可以這樣叫 因為我也不知道 總之行版的永遠都會有大崩壩 當然我也是最想要的那條大崩壩 多於日本版的 因為這個純粹是 不是不設定的問題 是情感的問題 對於大部分香港人來說 一架BON稿應該要有大崩壩 但不要緊 頭的設定是在日本 不是在香港 所以我們只有平頭版的BON稿 但平頭版的BON稿 依然是令我熱血沸騰的 即使現在已經是凌晨12點 我才有空來拍這條片 我都覺得是熱血沸騰的 因為這個BON稿 我真的禮拜日晚去拿 吃完飯回來 所以我已經去到比較遠一點的地方吃 回到來都已經9點10點 9點多 又下去攪拌自己的車 上到來就差不多10點11點 沖了個冷涼 又騙著12點 但不要緊 這輛車值得我眼睛去拍的 其實也不太眼睛 可能今天下午喝了一杯咖啡 我想這應該是有少許作用 這輛車 我只看外觀都已經令大家興奮 有個喜歡的話 我最討厭FORWEN 那沒辦法 這集可能要等下一集說TLV才回來 下一集我們應該會說AE86 Coupe 如果連AE86 Coupe都不喜歡 那你可能要等星期五 所以我們真的要先說到這輛 好了 一輛FORWEN應有的元素是什麼 我很欣賞設計 底的設計 待會再說 我們說了裡面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這輛車就明顯是最差的 只有單邊唐門 不是 等等 好像是 為什麼這樣說 我說錯了 可能是 因為我也太久沒有在街上見過邦告 我記得以前好像大角咀 在旺角S走回大角咀 好像放了一架 但我實在太久沒有去那邊 我都不太記得那架是雙唐門 但至少一定是雙唐門 因為我都不太記得 這個年度還是單唐門為主 雙唐門應該去到HC200系 才開始興雙唐門 應該就是我記錯了 這也是單唐門不出奇 看到側鏡方面 它只做了兩隻都收貨 我不知道 那年代都是流行的 應該不會像200系這樣 有多隻小鏡 200系 Alpha也有多隻盲點鏡 有一支東西凸出來 但也有軚車才有 或者其他Land Cruiser也有 但左軚又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好 那就說過籠 後面這塊鏡也有 後鏡也有 後鏡也不知道應該叫什麼 學車的時候說過 但考完牌之後 什麼叉都忘記了 這個籠是全清的 是非常之適合 來搬運各類型的汽車零件 對不對 基本上你整輛車 整套籠都沒有問題 我都不要跟它說 整條後 整套包圍 整套包圍都可以 整套包圍都可以 連鋒頂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 不過可能要打斜擺 鋒頂都可以進到 你還要什麼說 不過FD的鋒頂 不難進去 看你鋒面 如果你鋒 如果你鋒 好像阿拉利說 接下來的Modelers 準備出 好像是MX5和LTX LTX的鋒頂應該都可以 都不怕 這就是一個FORWING的好處 有時候我都是 我之前都經常想 買一輛E24都不錯 但是真的 外於放盤 放盤 不是的 周不時都數一輛出來 你有沒有錢買 有錢買 也未必有料整 這是真的 都擔心的 所以來一新的Project 我也在擔心這件事 待會真的沒有料整 那怎麼辦 雖說 這輛車都可以 不要聽說一句 我不知道這樣說 會不會有觀眾 不喜歡 可能都是淘寶車 某些部分零件 可以在淘寶找到 證明那輛車在中國市場 都應該是挺暢銷的 到現在還找到海良淘寶的 或者淘寶的改裝件 但又不包括什麼美液包圍那些 那個年代我們不喜歡玩這些 這些是架仔那邊才玩 大陸那些沒有這些 連後面那塊最適合的 那塊 即是它有車章 那些章 但是最適合的那塊 那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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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後期款都是沒有的 即是前期款都有 後期款 好像是屁股 都只剩下一個洞 這樣 這樣就不會沒有人 都是香港版 或日版 大陸版 即是國產版 是沒有的 好 那大家剛才看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會不會發覺那個尾 好像是 這裡不知道觀眾看不看得到 會不會發覺尾好像少一些東西 好像比其他牌子 尤其是 例如說 Tomica 那些小的東西 或者 不太貪 不太貪 好像還沒出 總之 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將 粒螺絲 放在旁邊 是嗎 我開頭都 拿車的時候 我也是記錯價錢 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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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頭去拿車的時候 因為我忘記了這輛車 忘記了整盒東西 是賣330元的 我去職費拿車的時候 我跟老闆再對 原價330元 我給了多少錢訂 然後再補多少錢 我都剛好 然後再出去看一看 哦 我都差點忘記了 看一看 真的330元 我記錯價錢 不是 300元 要300元這麼貴嗎 我現在終於體驗到 那300元 體驗了 在哪裏 那300元 體驗了 就在這裏 我出一輛貨車 可以不會有 死人凸凸釘出來 除了這輛車 你拆開全屏 不會在尾巴裡 突出螺絲位 不會突出螺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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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V都不做的 Modelers Modelers 做給你 這些就是Modelers TLV 我已經在外面 看到有些觀眾都說 不斷進取 我們觀眾潘先生也有看到 簡直說他放棄TLV 美申保健老乾婆 放棄年青人 潘先生厲害 放棄TLV 放棄TLV 對我來說比較震撼 因為我一向都覺得 被人放棄 不用老乾婆說多一句 但聽到有人放棄TLV 因為我從來沒放棄過 這陣子我聽到有點牛口 但也不是說沒有 沙板鏡的老爺車沒有給側鏡 真的要側鏡 我寧願你 還是那句 你不黏給我 不要緊 你做給我 我自己黏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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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都不知道 TLV應該有聽過這方面的訴求 不然別人不做 我不相信 家仔那麼順超 TLV不做 有句 我們自己上網找 自己做 不會那麼順敞 家仔 想一下 說一架邦稿 再加吹水閒聊 都已經可以說十分鐘了 FD是否沒有存在感 是 在邦稿面前是沒有存在感 可能你出到現實生活 我都覺得可能是 如果真的有人去投一些車序 開架邦稿 然後貼Project D出來 就算是行貨Spec 那些人應該都會把焦點放在他 至少 我們回到 不要那麼混賤 FD FD其實都做得漂亮 所以我想Modelers 應該都預料到 一個重點是在邦稿 但是FD 我覺得都沒有透懶 我都經常在想 Modelers 其實你想一下 我覺得 某些人都不是特別好 就算是 無論是雄興也好 現時也好 我都見到其實有不少Modelers 大大盒 放在這裡 這個盒 這個盒裝對於香港的玩家來說 是挺殘忍的 殘忍只需要一盒 不用一棍 一盒就可以了 這麼大盒 哪裏有位置放呢 我想現時怎麼 摘著住貨那班 那班格主都應該在投行中 這麼大盒怎麼放呢 紅興都堆動不滿了 連本身全部我放在1比43的環的地方 都要放Modelers 這些幾盒都放在這裡 都是散不了的 但其實Modelers 我又不會覺得那麼差 開頭 例如說 他出86Copy 和86Boss 那個時期 我還是差一點 我自己拿上去覺得 不太行 怎麼搞的 我都等到200多去買 都覺得他 不用三個都覺得他不值 現在我終於知道 我終於覺得這330元 是100%抵比的 看完幫稿那份沒有 100%抵比 完全沒有後悔 之前我拿過那一刻又猶疑 回來拆開 沒有猶疑 沒有後悔 若果未買的觀眾 而你對幫稿 起碼也有一點點外 也有心動的話 買 不要想買 沒有位置放著 你也要買 真的做得漂亮 FD也不差 這個是開著燈的版本 不是這麼推得動 不過都勉強推到 亦有做防火架 不過它的尾燈 就有些 smoke 即是分黑處理 就叫做 但好像掛掛地 又不是我問題 是燈光問題 因為它本身是 分黑在磨砂處理 看起來好像花花的 好像膠水漬一樣 你化了就不是的 它真的是磨砂而已 又有防菌架 不過這個箱子 沒有什麼細節 因為它整個都是黑箱 但BONGO當然不同 BONGO當然是 做了一個死人椅子 給你 但它的箱子也是沒有做到的 但我猶疑 它沒有故意去為了車 你看它的螺絲位 不是車去遷就螺絲位 是螺絲位去遷就車 中間那兩個 不解得中間那兩個 鎖死在底盤上 沒辦法 但起碼這些車 好像這些 它遮住不覺 它可以拿一顆 這些就做正常做法 但是這些位 因為知道做起了螺絲位中間 很噁心 於是它搬到側巾 讓它沒有太過眼 這些就要撐 搬到側巾 其實不是說沒有的 看得到的 沒有太過眼 是嗎 已經非常之好 而且它盡量做小螺絲 就是這些車 我們未必拆開 未必每個人都會拆開 所以說 這部車 這個BOXET 330元 絕對值的 我敢說 絕對值的 我當時說 330元買個BONGO都值 這句說話 我說過我不會收回 這部BONGO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我很希望 MODELUS可以在這方面 繼續接載 再推出其他隊的VAN 我想BONGO當然是 大部分萬事得的 粉絲都會 我自己是BONGO粉絲 我都會覺得這部車是 缺一不可 真的 希望接下來 可以再多一些這些VAN 對吧 我都 就是這樣 好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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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